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请问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昨天是上涨了9.67点 刷盘指数10785点 涨幅0.09% 成交金额是1265亿元 而OTC市场则是上涨了1.06点 刷盘指数是137.14点 涨幅0.78% 成交金额是289.80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资深分析师吕汉威 汉威昨天台北股市 当然经过前一天的大涨 昨天台北股市只有小涨 而且昨天因为台硕化是除息的 那一口再加上它贴息 它没有上涨反而是下跌 它是重要的全只股 就拖累了大盘大概20点 那大盘即将要进入了 非常密集的除息除全的 这个期间都可能会 这个指数 它的这个数字可能会因为除息除全 而有一些的扭曲 可是昨天呢 三大法人仍旧是买操的 如何来看待 我想大家都也是希望说 六七月份这个除全息之后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 六七月份除息是能够快速填全息 可是昨天就像风行提到的 这个很可惜 这些大型权重股它好像没有马上展现出 可是因为它前一天就因为大涨 所以这个可能会使得说连续要出现两天性的这种全职股大涨 除非有非常重大力度 那当然前一天的大涨主要是因为 川普习近平说有通上电话了 那可能在集团里这边会碰面 本来很担心会有会有人不出息 那可能在贸易战上面这边也会有一些相关性的讨论 所以市长上是第一个听到这个比较偏利度的消息 那再来联总会虽然没有马上降息 但是也是出了可能未来会降利率的这种方向球出现 所以那资金就相对会比较宽松 其实最明显就大家仔细去看这个美金的这个价格 就明显看得出来 甚至可以看到台币 这几天升值的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相对来讲 排面上看起来好像比较回到偏多的一方 那当然因为今天是礼拜五要首走线 下礼拜一这个又是台积电要出全席 都是很多的重头席 所以就过去出全席 尤其是全职股像台积电这种出全席的前提来看 原则上盘是应该还会维持一个比较盘间的格局 那当然就是说他这个填全席的力道 能不能很明显的增加 因为大型股通常都是以法人的操作会比较明显 为什么法人会填全席 因为其实我们以前也探讨过 很奇怪 那股票就是出全席之后 第二天有时候他不会马上完全填 那第二天他会稍微填一部分 比如说台积电配八块好了 可能礼拜一的时候有可能会填个两三块 当然开盘的时候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力道出现 那是什么样的买盘会让这个股价上去 大部分都是因为比如说投信来讲好了 因为他可能基金有一定的规模的持股比重 那今天我个股初全席的是不是使得我的持股比重稍微降了一点点 但如果是配现金的话 其实虽然还没有拿到利息 但是就法人的角度来讲 还有他们的资金规模来讲 我可以先把它买回来 因为我就是要维持一定的持股比重 所以市场就会有人利用这样的操作模式 也去观察说 有时候我的填全席 我不一定说一定要等到完全填 好比说礼拜一台积电要填 那我觉得可能一开盘就可以填个二三十个percent 那我可能礼拜五的时候 也就会佐量去做一些买进 那当然就操作面 大家还有一个实物要去注意到 就是说今年的这个除全席 你还要留意税收 就是你在明年报税的时候 你有可能要跟你的自己的所得一起去课税 那看你就看你的所得比重 那也有可能是用分离课税的方式 那怎么讲都是会有一点成本在里面 所以今年要操作除全席的这个听众朋友 还是要留意 就是你在税收上面这块 你要计算进去 不要到时候赚了 结果缴税的时候发现 我怎么还要缴税 这样一扣一扣 可能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这个报酬 可是除了参与除全席 要计算自己的税的税负到底是如何之外 他也要去判断说 他到底能不能够填席填权吧 对 如果要完全填权填席 其实跟行情还有公司 未来的展望是很大的关键 那短期的话就是大型股 我刚安慰奇有推论过 为什么会有买盘 其实合理来讲 如果大家都不买股票要往上涨 或者马上瞬间能够填部分 不会有这样的力量 那重点还是因为法人他们有一定的 可是这个大部分都是在 本来法人就有的 或者他持股比重本来就比较高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会去观察说 下礼拜一一定是台积电一定是重头戏 下礼拜一二四号是台积电 对对 这个是市场也是万般瞩目的 大家也可以做观察 不一定说听了就一定要 因为通常一个操作的逻辑 都是先从纸上谈兵 先看看是不是真的是怎样 那当然确定之后 因为大型股还蛮多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从填权席的力道 我们也可以判断出现在行情 到底好还是不好 如果所有的除权席的权重股 比如说台湾50里面成分股 它有三分之一或者一半以上 都是贴权席的 一除息第二天就往下走 表示哇那这个看起来 好像大家都没有 在要它的这个田权席的买 去认为它有贴权席的力道 反而在除权席之后 大家居然开始卖股票 那这个可能就是 行情对未来来讲 稍微会比较保守 那当然就大盘的角度来看 因为现阶段 其实没有什么太重大的 预期性的利空 除了集团体 那这种我们没有办法去做预期 所以我们会去观察 就是说第一个 就是三大法人 他现在的操作逻辑 也没有改变 因为上一次连线 还会是请大家注意 投信买盘 但是毕竟接近 的季底跟月底的时候 尤其是季底 我们还是要变 本来投信的 作战会变结账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 虽然我们要很注重 法人的连续买超 或者是初宣席之前 或者初宣席当天的动作 但是我们也不要去接 人家在卖的时候 我们去故意去 去跟他逆势 抗进 就是说他卖我 我进 这种感觉也没有必要 所以汉卫如果以投信而言 假设我本来就已经 跟随着投信 买他的重要的持股 那我现在 因为下个礼拜就到 季底了 那我这个时候 我应该要做哪些事情 来确保 我如果说 我跟着投信是赚的 我确保我的获利呢 对 当然第一个 投信通常 买的时候可以起买 卖的时候 通常他们不会太会 呼朋引吧 因为大家都为了自己的绩效 那些卖 通常价格比较好一点 所以就是 如果他的持股 稍微有一点冲动 比如说我在 五六月的时候 投信可能买一千张 你怎么发现 最近开始 他又开始 有一点在小度调节了 买个五十张或一百张 那你可能这时候就要注意 因为其实从昨天的投信 就很明显看得出来 几乎投信都买到大型股去 你看前五名 我们不要念太多 就赵峰金 欣欣远东营 游峰金远大金 过去投信应该买的 都比较属于中小型的股票 那当然因为现在他也觉得说 可能要换到 让指数能够维持在比较强势 或者是往上走的这些大型股 所以这个也是我会觉得 那五果之前 我都是跟随着投信买的是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那息子也涨了一段了 或者有赚钱了 那是不是这边我也可以跟着他们脚步去换 那当然有可能是因为 我先准备要参加初选席 因为其实初选席对法人来讲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他们的税制的成本 大致上都差不多 就是这个公司的盈利所得税 那当然其次就是 我也会去看一下外资 昨天外资买两档股票 我也蛮好奇 其中有一档是最近新闻最红的 长荣行 不是罢工吗 怎么昨天外资买了一万多张 当然这个他罢工的这个时间点 可能只有前后只有差一点点时间 但是就是公告到正式时事 那所以撇除这些可能比较有一体性的 这些个股来看 其他这个外资他买的就是比较偏金融跟穿彩 还是没有集中在电子股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过去 我们提到的无穷六绝期上吊 其实今年就真的比较明显 那一方面虽然贸易在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缓解 但是在像华为 这个所谓的各个大厂之间的 这个科技专利的这个竞争上面 好像大家还是有一点担忧啦 会不会年代影响到其他周边厂商 所以电子股来讲 目前甚至我们提到那个 其实台积电这个买盘 其实还落在昨天外资的第20名 才看到台积电 下礼拜就要出全期了 所以这个都是大家可以去观察 就是说从投信的手上 我看到他买都是大型股 所以可能之前 这个比较少见 因为很少投信买大型股 对而且是一天翻这么多进去 所以他们现在 照我来看就是要嘛 压出全息天全息的行情 要嘛就是觉得 现在我买再去琢磨各股 可能来不及了 我买一些比较跟权重相关的 反正大盘上去 这个权重股自然就会 会跟着往上走 因为像台湾50 它就有一些禁止跟市价 它中间就有一些套利的机会 如果你的禁止跟市价 中间有所谓的价差的话 其实就会有一些买盘进场 还以为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说明 其实包括了投信 也包括了外资 现在真的是很看好台股呢 对 你看最近的台币 台币真的升得非常的快 对我想 钱进来了 或者钱放在台湾这个市场 一般来讲 因为台币并不是一个 属于一篮子货币里面 很大量需求的国际交易货币 所以可能股票投资 对这些热钱来讲是一个方法 所以要注意 这可能是一个急钱效应 快速的急 急速的钱 可以考虑一下 好 非常谢谢资深分析师 吕翰威